佛教,用这三种水果供佛 是不敬,大多数人不知道 一,供佛,能够培养自己的功德 很多人在佛前供佛时 都会选择用水果来供佛 也有人会用一些鲜花、蜡烛、灯、食物等一些物品供佛 我们在选择供佛的物品时 一定要注意,不能选择用这三种水果供佛 容易对佛菩萨产生不敬 我们在佛前供佛时 首先要明白供佛的真正意义 供佛不是为了要贿赂佛菩萨 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而是为了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清净心和恭敬心 供佛的行为看起来像是在供奉佛菩萨 佛菩萨其实不会用我们供养的东西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清净自己的内心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和利他心 同时克服自己的贪欲和利己心 使我们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 佛前供佛其实是为了表法 提醒自己要精进修行 不要懈怠 例如佛前供水 就意味着修行清净心 大悲心 平等心等 佛前的供果也有着特殊的寓意 供果代表了因果 我们在佛前摆放供果时 一定要提醒自己 世间的因果真实不虚 第一种有特殊味道的水果 尽量不要拿来供佛 供水果时 我们尽量要选择带着香气的水果 或是没有味道的水果也可以 千万不要拿带着难闻气味的水果供佛 例如 像榴莲一类的水果 就不适合用来供佛 因此 不要用这样的水果供佛 一定要选择新鲜的水果供佛 我们要用清洗前净的水果供佛 这代表了我们的清净心 如果水果没有清洗前净 就拿来供佛 有些对佛菩萨不恭敬 也无法起到表法的作用 佛前的供果 并不是越多越好 我们在佛前供佛的目的 是为了修行自己 所以 供佛不要太在意行事 修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保持清净 慈悲 还要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多行善事 断除恶因 这样供佛才有意义 南无阿弥陀佛 打恩阅读与分享